佳琪是個瘋子 說瘋就是瘀 我在想 她現在應該已經跟朱寧聯絡上了 朱寧那種脾氣 她只要走到門路 一定馬上就會來台灣的 來吧 來了也好 你們結了婚 也許文雄就會放心 就會肯簽字了 你在說什麼 我不想做罪人 我不想拆散你還祝你 不行 我現在就寫信給她 告訴她我跟你的事情 我叫她別來 叫她死心 佳琪翔 誰啊 睡一半夜你來做是不是 什麼 你瘋了 現在都幾點 你親自啊 你幫我當成什麼了 哎 這一輩也到哪兒妳去 呃 啊 啊 我们等下去摆头泡温泉好不好 好不好嘛 我刚在想啊 你比我年轻 可是我们这么交往没什么不好啊对不对 这年头啊 最流行女大男少了 日本不是有最新的调查报告吗 上面说啊 最理想的婚姻 原来是女人比男人大 说女人有母爱 有包容性 我不会跟你结婚 我不会跟任何人结婚 为什么 因为 我已经有心爱的人了 那你为什么还来找我 因为我心爱的人 要跟别人结婚 爱人要结婚 新郎不是我 你还真逗耶 你是哪个朝代的人啊 我问你 他什么时候结婚 这个礼拜六 你会去吗 我要去 而且我想请你陪我一起去 装你的女朋友 可以吗 你不希望年纪大 要娶她呢 我妈的 比她大二十几岁 你会去吗 你会去吗 你要找什么 眼镜啊 我看出你眼镜呢 眼镜不在你头上吗 哦 原来在这儿 你们谁把它放到我头上 我去哪 我去哪 喂 我常播群 喂 你说话啊 喂 播群啊 谁打来的 娇琪啊 嗯 你是不是交男朋友啊 我哪有啊 我又不是周玉梅 那那么大是你啊 那为什么从我初院回来之后 老师接到不说话的电话呢 也许是无聊的人打来的啊 哎 对了 天才不是说他来接你吗 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啊 天才天才 又是他 佳琪啊 这么讨厌的人 为什么每天都要上门呢 你忘了 天才就要跟我们欣欣结婚啦 欣欣 欣欣的男朋友 不是脸红小吗 常博群 你到底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 看你一副很正常的样子 谁会相信你神经有问题啊 再过几天 他们就要敬礼堂了 你这个样子 怎么带欣欣进去啊 没关系 妈咪 我可以扶着爸 爸爸可以牵着我 我们俩一起进离当 欣欣啊 你真的要嫁给苏天才啊 我拜托你啊 都什么时候了 还能反悔吗 你可以选你当你林妈妈 在结婚前一刻跑掉 跟着林英雄熊走啦 喂 喂 找两位 请问常欣欣小姐在吗 我就是 我就是 你好 我是李竹萍 你不认识我 可是我很想跟你见见面 有什么事吗 有关于苏院长的事 她怎么了 她怎么了 我知道 你要嫁给她了 可是 张小姐 这个人 你不能嫁 你真的不能嫁 求求你 出来跟我见个蜜好吗 你在哪里 我可以马上跟你见面 行 行 好 好 四十分钟后见 拜拜 谢谢 这个人声音听起来好年轻哦 他说 他叫李竹萍 希望能跟我见一面 我听到了 你要去吗 他好像有什么苦衷 不希望我嫁给苏天才 我看啊 这个人八成是爱恋苏天才 欣欣啊 你都已经决定要进礼堂了 干嘛还见这个人呢 欣欣 欣欣 麻烦帮我接一下书院长 谢谢 李小姐 有话就直说吧 我不是一个随便的女孩 我本来是在天才医院里的护士 但是 也跟着苏天才好多年了 你们也相爱了好多年了 对不对 对 我 我真的搞不清楚 虽然她口中从来没有说过爱我 但是她 她的确是少不了我的 超小姐 上个星期我们还 我们 我们还在一起 她没有跟你说 说她要结婚了 她说了 但是 我本来以为她考虑跟我结婚的 她说 你一个人住久了 所以我真的希望安定 所以 所以有结婚的打算 庄小姐 那个时候我 我真的好高兴 我还以为 这一段不为人事的恋情 终于可以公开了 你们来往 医院的人都不知道吗 她不让我说 她说 她说 说了 怕会破坏她的形象 不过 还是有很多人发现的 张小姐 我说的都是真话 你如果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去打听啊 你们有孩子吗 没有 她一直都有避孕的 她说 实际不成熟 怀孕只会误事 她 我总算明白了 她心里一直有别的打算 原来 原来 原来她早就有了你 你很爱她对不对 她是我生命中 第一个男人 自从 学校毕业之后 我 我就跟了她了 如果 如果我退让 你 你说什么 我可以取消我跟她的婚礼 成全你们 你说好不好 不好 走 天才 今天妄想症又发走了是不是 你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了 我没有啊 我什么时候有妄想症了 天才 你不该瞒着我跟张小姐来往的 你 你们都要结婚了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有这个不一样吗 告诉你你经得懂吗 你们从此停止纠缠吗 你看 你都已经知道她是我的未婚妻 再过两天就要敬礼堂了 你不也是约她出来见面吗 我 我只是 我只是想告诉曹小姐自己的身份 什么身份 你说她什么身份 是谁给你的身份 李竹萍 我是同情你你懂不懂啊 今天不要缺接我的同情心好吗 我再告诉你一次 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她没有说什么 我们才刚公议而已 欣欣 我再晚来一步 恐怕你就是个落跑新娘了 会神经病你知不知道 她最大的问题呢 在于完全不像是一个精神异常的人 她这种粗粗可怜的模样 怎么都叫我成不了家 叫我娶不到老婆 天才 我不是 我没有啊 天才 我们是真的相爱的 是不是 我们不是也招了好多好多年了吗 你怎么可以这样一笔高销呢 我再警告你啊 你在这么胡说下去的话呢 立刻请你妈妈办出院手续 她的医药费 一个子都不能少得全额付出 我们相爱交往了很多年了 证据呢 你有证据吗 有 有 有人知道的 有很多人可以作证的 那他们知道的事情可多呢 他们有没有告诉你 常小姐已经怀孕的事呢 如果我跟你相爱交往了很多年 那她怀孕的事又该怎么说呢 是真的吗 我 我也可以帮你生个孩子啊 你个混蛋我告诉你 天才 天才 你为什么这不是台局啊 你为什么不往开处想呢 你还这么年轻 想起来可以找别的男人 如果你想嫁给医生 医院里有的是哪医生 为什么不找他们 为什么要找我 说 为什么要找我 好了 谢谢 我们找别离啊 我们还有好多事要忙对不对 还要去洗礼服呢 走了 别离这个神经病 新娘子出来了 苏院长来看一下我们美丽的新娘 小姐 小姐 谢谢 好美 你真的很美 你真的很美 你比当年的周玉玫还要美 不要拿我跟任何人提 我不想隐瞒 我不是个会隐瞒的人 以前追过周玉玫 所以自然而然的 会拿你跟她相提并论 对吗 我知道 我知道你心里不高兴 为了那个不相干的李竹萍 所以你心中开始七上八下 恨不得马上和我解除婚约对不对 她真的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她真的有妄想症吗 谢谢 如果我告诉你事情 你会原谅我吗 你说 我是个光棍 很想陪长成家 所以当李竹萍 对了表示好感 我也就一度地陷入迷信 可是这个女孩子礼不得的 她有病 她真的有病 她是那种站不起 惹不得的女孩子 她平常话不多 可是一开口 只有令人 令人信服的一种力量 她的外表就是一种伪装 她 你到底跟她交往多久 我想跟她交往了一两个月 见面 见面不过三五次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医院就立刻有人传说我在跟她谈恋爱 所以我就开始堵着她 直到今天呢 跟她谈恋爱没什么不好 她很年轻 又温柔又漂亮 就是你欣赏的那一行 唉 星星 可是我喜欢你 特别是你已经怀了我的孩子 这就是天意啊 星星 老天爷要你做我的妻子 当院长夫人 好 如果你心里不舒服 我现在立刻去找她算账 不要 真的不要 你不要去 是 那么 你不会变卦 后天会如约地和我敬礼她吗 会 为什么这么吃 为什么这么傻呢 好 好啦 别哭了 周平 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的故事吗 在二十五年前 我被那个叫周玉梅 乐意抛弃的故事 这跟你要结婚有什么关系 关系很大 非常的大 常欣欣 本来是周玉梅未过门的儿媳妇 不算是红刀毒爱 算是一种发泄 一种报复 已经有了我 你为什么还想报复呢 天才 小姐没有什么罪过 我看她也是个好女孩 你 你这样做不会太残忍了吗 你知道个什么 欣欣已经有了身孕 目前 我还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确定 那个孩子是不是我的 她 我如果不娶她 她嫁给你一个人 将来孩子生出来了 我要怎么样跟苏家祖宗交代她 可是 不是 如果孩子不是你的呢 那我会再回来找你 再娶你还不值 不是 竹萍 狗狗生生说爱我 还这么多年你都等了 该等一年又会怎么样呢 可是 万一 万一 那孩子真的是你的婆肉 所以 我也不打算亏待你 这笔钱吧 可以让你害你母亲到国外过很多年了 天才 不要叫我天才了 我跟欣欣结婚已经成了定局 没有人可以在这个节骨眼改变什么的 苏妮 如果你聪明懂事 就一句话都不要 可能尽快带你母亲出国 如果你想不开 你要坏我的计划 李竹萍 我苏天才永远不会饶恕你 永远 明白吗 你却真的 真的这么狠心 一定要我出国吗 谁要你昨天去约赏星星的 你差点酿成无法收拾的大错 我 书平 小不忍则乱大谋 我花钱让你出国 是我客气 是我人尽一致 否则对你 我可以不理不睬 就算你召开记者会公布事实 不许 恐怕也没有个证据 不许可 不许可 不许可